知識小學堂有三個數字帶您來看 這三個數字是跟港版國安法有關的 首先帶您看到的是2928836 這什麼意思呢 292萬人 這是香港的中聯辦發布的一個新數字 說他們有收到了這麼多人簽名 要去力挺港版國安法的新法 因此就此可以證明 這個新法是人心所向 而且勢在必行 那另外還有一個數字是40萬 這40萬是什麼呢 是香港新登記的選民 高達40萬人創新高了 那現在在整個香港合格的投票人數 選舉人數高達445萬人 因為接下來九月份立法會要選舉嘛 所以這個人數創新高 專家就認為說 那有利於讓民主派爭取過半的席次 那再來還有一個數字是37.2% 這又是什麼呢 這個是根據香港媒體 他們去做了一個調查 在進行這個法案通過之後呢 他們就做了調查 就說想移民 那高達的這個比例有37.2% 那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大家想去的國家都不一定 有些人想要去歐美 有些人呢可能是想要到亞洲國家 那想要去美國或者是加拿大 歐洲國家的 這些大多都是高知識分子 或是說薪水比較多的人 會選擇台灣的呢 大多都是青年朋友 那或者是說薪水沒有那麼多 在預算考量有限的這個情況之下 會選擇台灣 不過確實喔 香港人拘留台灣的人數 真的是年年創新高 2017年只有4015人 然後接下來呢 到了去年已經來到5858人 現在針對了港版國安法的過關 美國其實已經宣布了相關的制裁行動 那美國的國務卿龐佩奧 同時他也說 其實他們也會考慮英國的做法 就是說讓這個門檻降低 然後呢 接納香港人到美國來 但是相關的細節到現在並沒有多談 同時呢 他也說 他相信歐洲國家應該會聯手起來合作 然後呢 要去制約中國 讓中共下個世紀 不再擔任主宰者的地位 好那我們接著帶您看看 說到了制裁 華為應該算是在美中貿易戰之下的一個風暴中心 也是被制裁最慘的一個 現在呢 在他們的第一季智慧手機銷量也出爐囉 其實第一季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各個品牌的手機銷量都是下滑的 但是華為下滑最多 你看喔 他們第一季的手機銷量下滑了27.3% 比起蘋果的8.2% 還有三星的22.7% 是最多的一個 那現在業界呢就有點悲觀喔 覺得說華為呢 有可能到年底就會暫停他們的手機部門運作 那說到華為現在的制裁 因為美國升級了嘛 美國從5月15號呢 又再加簽了這個他們的行政命令說 要繼續制裁 而且你只要用到美國技術 或是美國的儀器 都不得去供貨給華為的供應商 好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看 先前華為是找上台積電幫他們代工製造這個晶片 那現在這條路被斷掉了 因為台積電用的就是美國的機器嘛 好現在斷掉了 那以後怎麼辦呢 有人就說會不會以後就找一個代購啊 這個代購可能是聯發科 就說 欸華為呢就找聯發科幫他們設計晶片 那設計晶片 欸他就沒有用到美國技術嘛 因為我是特別去設計一個晶片 然後呢再找台積電來進行設計 找台積電來進行代工 這樣子呢就繞過了美國禁令 或許可行 好但是聯發科稍早已經發表聲明哦 說他們一切都是遵照國際的商業貿易法 那再來我們看看 同樣還有的這個瓶頸還包括了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呢最近在他們的招股書上暗示哦 說因為受到了美國出口禁令的管制影響 所以有可能在出貨上會受到一點限制 那這感覺起來有點像是在打預防針哦 告訴大家說 接下來我們中芯國際也有可能會跟台積電一樣 沒有辦法再為華為服務 那現在呢還有可能就是這個ARM ARM是一種架構嘛 ARM架構他們也加入了 美國的反5G壟斷聯盟 那實際上我們就常常會聽到說 其實這個華為就是在壟斷市場 5G的壟斷 所以他加入的是華為的對立面 顯然也不利於華為未來的一個業績發展 那就有人說 好那現在可能華為要突圍的話 你就是只能找人幫你做非客製化的晶片 將就著用啊 那現在也傳出他們還有兩年的這個晶片存糧 好所以短期內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彭博有作家這樣說 說美國制裁華為呢已經踩到了中國的痛點 確實耶 因為中國在製造晶片上只有20%是本土 其他80%都是要靠進口的 所以說 呃 美國的這一招制裁哦 真的是讓中國沒有辦法去施以報復的行為 那怎麼辦呢 現在中國的做法只能以拖待變 希望等到11月3號美國大選之後 看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畢竟到時候如果川普不再主位了 整個政策風向一變 說不定所有的禁令全部都解套 好 好 好